今天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因为煤机台风而中断的苏花公路在连日抢修之下 终于在今天下午4点恢复双向通车了 不过先前因为好雨冲刷造成严重的摊坊 所以公路总局很担心在今天通车之后 当时地基被掏空的112.8公里还有115.9公里的边坡还是会出问题 所以以后全天都会派人24小时来监控 如果真的有状况的话不排除再度封路 通车来回把地基压时14号下午2点 封路总局在苏花公路摊坊处进行最后补墙工作 铺面上的土石都已经清运完毕 进行最后的铺面准备工作 通车之前交通部长毛志国亲自来视察 从摊坊最严重的112.8公里处开始 每个施工路段都亲自走一趟 由于苏花公路是花东地区连接北区唯一的对外道路 部长要求尽速抢偷 14号下午4点大型吊车把护栏一一吊起 苏花公路正式恢复双向通车 通车之后地基遭到严重掏空的112.8公里和115.9公里处 边坡还在进行养护以及补墙工程 公路总局也派出专人 24个小时在货柜屋值班监看 一有状况就要立刻回报 苏花公路恢复通车之前已经经过测试 重车经过没有问题 因此14号下午4点开始 不论是小客车 游览车或是大型重车都可以行驶 不过在行经有专人监看的路段 时速不能超过25公里 确保行车安全 记者薛家林志坚 宜兰报道